接下来要示范的是小蝶翅膀的制作 小蝶的翅膀材片准备好 小蝶的翅膀可以直接缝 如果想要有更好的效果 可以在里面加一层铺棉 这个是软软的铺棉 把它放在翅膀的下面 要注意到的是翅膀 它的羽毛尖端是很深入里面的 会比外面看到的缝分还要再深很多 在制作的时候就要注意到 要把这个深度标记进去 标记好了之后保留开口的部分 开始缝 放进去之后先回车 之后看一下它的位置 开始好像有点没有放好 然后抬压布角转动 到了需要转弯的地方 按回车但是不要剪线 之后抬压布角转90度 让它再回车一小段 90度的这一小段缝好之后 再抬压布角再转90度 接着把翅膀的另一段也把它缝起来 那我这边算是刚才留太大了 等一下要调整一下不需要留这么多 这边的话我就用不回车的方法 以免它跑太多的长度 这样就直接转车两针就好了 把它抬起来 到转角的地方抬压布角转90度 走两针 再抬压布角再转90度 然后放压布角前进 一样就顺着转 缝到底之后回车剪线 接下来拿出剪刀 把多余的缝分还有铺棉都剪掉 剪好之后就会像这样 接着就可以翻面 翻面会需要用到筷子的辅助 这边可以准备两只 其中一只把它插进翅膀里面 另一只顶住它的上面 推 往上推 因为有铺棉的关系 会比较难推一点点 如果没有铺棉的话 这个翅膀会好推许多 那如果你有那种翻面的勾 翻面器 就可以直接把它勾出来 像这样把它推下去 这里也是 顶住之后往下推 这边先把它顶出去 把它抓出来 剩下的这一小段翅膀的羽毛 就用筷子把它顶出来 好 这样就完成一个翅膀了 这个翅膀做的不是很漂亮 我再缝另外一个 红小蝶的翅膀 对照一下图纸 让它深入里面 还有保留开口的部分也做一下记号 等一下就从保留开口的地方开始 这边先确定好图案都有对齐 先回车一段 到转弯的部分抬压步角 慢慢的前进 慢慢的转 到了转角的地方之后就抬压步角转 从到底之后回车剪线 接下来把多余的缝分还有铺棉剪掉 在剪缝分的时候要记得顶到尖端的底部 但是不要剪到线 在剪缝分的时候一样是要保留0.2公分的距离 缝分剪好之后跟刚才一样用筷子来把它翻面 把筷子穿进去 上面顶着翻 另一个羽毛顶住 拖进来 来第三根羽毛 这样子之后就把它全部都拖出去 慢慢的推它一点一点的推出来 看到羽毛出来之后把它抓 之后再用筷子把最后一个羽毛推出来 这样子翅膀就完成了 接下来要把翅膀缝到身体上面 从刚才保留开口的地方 把准备好的手缝线穿过去 先打个结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 这一段我把它长针缝缝起来 用长针缝把它缝到翅膀的末端之后 就可以接着用长针缝把翅膀跟身体做结合 好这边已经缝到底了 就直接穿过来 找到小碟身体的部位 这边小碟的身体把翅膀装上去 装上去之后 用手缝长针缝的方式把它接起来 我现在使用的是长针缝的回针 这边往后面的地方缝到背上 缝了一圈之后就可以打结了 把结拉紧 拉紧之后从缝隙里面穿出来 把线剪断 接下来是缝另一边的翅膀 一样是从刚才的开口保留处 先做长针缝 这边先把它长针缝缝起来 这里有一段多余的铺棉 把多余的铺棉剪掉 接下来一样把它接到它的背上去 这边翅膀缝了一圈之后 回针打结 打结之后从缝隙穿过去剪线 这样一来小碟的身体跟翅膀都做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来制作它的终毛